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一般人也覺得這幾年 政府對於國防事務的專注的程度 超過以往的總統很多 那確實也是如此 雖然有人說穿裙子都不能做三軍統帥 但是我真的就是三軍統帥 我們也共同建構的 我們共同的目標 堅定的守護國家的主權跟安全 這個是我們執政者跟軍人 共同的目標最大的共識 我們要堅定的維護民主自由的方式 而且壯大臺灣 所以執政者跟軍方沒有距離 沒有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讓臺灣更好 把臺灣保護好 今天圓宥二號我們對面的鄰居講了一句 就是說他們要有一個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嘛 那這個時候你就看到一個很堅定的總統 站在電視機前面說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這個總統講了這麼大聲 妳有沒有聽到國際間說 妳又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 有沒有 那證明了什麼 證明我講的是對的 大家都支持著 而且國際也認同的 對不對 對 我們在過去的兩三年 我們謹守我們的維持現狀的政策 我們理性的處理 我們的兩岸關係跟國際關係 然後去跟我們的主要的理念相同的國家 我們去建構一個互信的基礎 就是因為有這個互信的基礎 當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表態 把國家的立場講清楚的時候 我們其他國家的朋友們 都會站出來支持我們 不會有人說我們是麻煩的製造者 反而認為我們是站在第一線的守衛者 為什麼大家對中國這麼樣的感到戒慎恐懼呢 很簡單 只有一個因素 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大的力量 但是它的國家的政府沒有民主機制 沒有民主機制 就沒有辦法降低它錯誤決策的風險 大家說是不是 是 所以 亞太地區的國家 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大家現在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除了我們國家的發展 我們國土的安全之外 其實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我們要在價值的基礎上去建構一個合作的關係 這個價值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民主自由 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基礎上面 我們才有一個共同的價值的去堅守它 然後能夠讓中國在這種 很強烈的擴張的意識的情況下 我們繼續維持我們現在有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所以以前大家看台灣就是台灣海峽旁邊的台灣 現在的台灣是印度太平洋的台灣 是世界的台灣 因為我們站在第一線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請訂閱並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我們會釋出更多的獨家內容的影片 敬請期待 請期待 請期待